根據數字,八成重要的污染物是老舊柴油商業貨車產生的 所以知道這個問題之後,就要對證下約 在外地,對於這些舊貨車是有一個相管齊下的做法 一方面有因令他們早點淘汰 第二方面是設下一個限期 即是說年期到了十多年,就要退役 甚至在內地,都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,柴油貨車到十五歲就不會續役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參考的一些政策方向